淘安市内定国小、中福国小和内力国中三所学校的学生专车 是运用焚化炉回馈进开办 但是因为客运夜闹四季荒面临停驶 市议员彭俊豪就介入协调 希望学生专车持续服务不要停驶 运用回馈进开办的学生专车服务 内定国小、中福国小和内力国中三所学校 每天接受学生上下学 但受到桃园客运司机人力不足的影响 专车面临停驶的压力 不少家长向市议员彭俊豪反映 希望学生专车可以持续服务 继续接送学生上下学 在大概11月开始 我们陆续受到很多的家长的陈情 针对这个焚化炉周边的几个学校 包括内定国小、中福国小以及内力国中 过去有这个学生专车来服务周边的孩子们 但是因为在最近只是招标的过程中 不是那么顺利已经两次投标了 所以家长非常担心说到明年1月1号开始 就没有交通车可以坐 历经两次流标 经过协议桃园客运表示 会继续承接内定国小、中福国小、内力国中的学生专车 直到签订新的合约 这时候我们就协调相关业者 出来沟通 因为他们有人力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请大家帮忙相挺 可以继续行驶到明年的寒假 希望说在这段过程中多点时间缓冲 让交通局以及相关单位或者民间业者 共同协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不管透过人力的补充或者是更多的补贴 或者是班次 还有或者是路线上的一个调整 希望说让我们这些地区的家长、孩子们 在上课的过程中不用太多的压力跟负担 疫情的影响造成大客车驾驶出现人力缺口 业者被迫减班或是调整路线造成民众不便 家长希望学生专车可以持续服务 不中断,方便学生上下学